今天台股外资上市上跪 仍然是卖超 可是台币是涨的 台币是涨的 所以有点逆向 理论上如果外资卖超 台币应该是要贬值 可是今天台资是升值的 好 那我们看大盘 一样大盘在这里 两万点来回震荡 你看这是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本来 二十五分只跌了七点五六点 最后一盘一样有小沙盘 很简单 台积电 鸿海 这些重心股 把盘压在这里 可是今天掌天盘很多 掌天盘有30档 有三四档涨停 代表说有些股票 它在落后补涨 好 这个盘是没有改变 来看这里 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一点 翻多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败向 也就是七四仍然向上 也就是由多方掌控 好 这台积电 五七四 好 涨一段以后修正 涨到七九六再修正 来上个礼拜四 正式翻多 目前也没有改变 好 股王 世新 各位 在这里已经整理了 超过半个月的时间了 还没翻多 也就是四五六五 出现卖出信号 三千三百点 三千三百块钱 是不是底 不知道 为什么 还没出现买机信号 广达 仍然在趋势当中 它仍然没有改变 也就是仍然是多头 我每天都要拿这四档 几乎啦 也就告诉你 股票市场 你就顺势做就好了 那因为这个盘 这个盘理论上 现在三月底了嘛 好 再来五二零 总统要就职嘛 所以这个盘是 大概会在两万点上下 一直最少会盘到五二零 五二零又再看 所以两万点理论上是 就算破了都会站回来 这叫庆祝行情 可是开始去思考 小英政府八年 大盘两万点了 再来新的政府 那赖政府 它着重的是哪些产类 注意听哦 它会在哪些产类用力 那当然AI没有改变 IP主线没有改变 可是这些股票已经涨很多了 那当然AI啦 伺服器这边需要很多的电 所以目前最夯 最涨得最凶的 就是重电股嘛 不是吗 来 华城 我一直很喜欢用华城 看得到吃不中 真的看得到吃不中 那我就把它当作是 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 好看这里 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标股 110年 2月 有什么标股 东哥游艇 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 我们从周线的角度 叫长线嘛 好这里翻多 一路上它到668 好这668 大概理论上 大概就是高点了 未来要整理很久的时间了 才会再过 好那第二档呢 叫材料KY 东哥有点涨17倍 一年的时间 大概一年 好材料KY 大概一年涨12倍 好你看材料KY 从104.5这里翻多 请问一路上 你有开出卖出信号吗 没有啊 一直到1265 这里还出现卖出信号 所以股票市场 你看到材料KY 你会想到什么 你如果到材料 做到一档 一档就好了 不要调皮 有的人以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什么叫厉害 我股票市场很简单 股票市场真的没有赚家 只有赢家 对不对 你赚家多厉害 你赚多少 赢家才是重要 所以赚家不见得是赢家 赢家就是专家 所以做了很多档股票 一二四档股票 你好像进来是 跟人家对卖后的 跟着人家进来 吃米粉发销 所以股票市场像这种两万点的 我说未来还有很大的行情 不要易设立场 那有些什么股票是在轮涨的 而且我说 再来的赖政府 可能会偏多的股票 那当然 我说AI 这种很多这没问题 重电股因为 伺服器这些需要很大的电量 这也没问题 力能这也没问题 那还有什么样的族群 开始去思考 你会去想 有用脑筋去想 你才能赚得比别人多 而且你才能买在起账点 为什么我们从 上上礼拜 我们为什么把所有的股票都换掉 我一直讲 股票市场本来是买卖 因为我们换了这一档 我们易估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材 我一定会修出来 目前不能修 因为我的投资人 现在都在慢慢的在收股票 因为我们股票有可能买一个月 那等到我的所有投资人都买好了 他也拉出了一个距离 一个幅度上来 就让我的投资人最少 他们有缴会会 对不对 你们看电视的 看电视的 等到这些我的投资人的会 他们 你 等于买的成本 你股价 你收盘价 譬如说假设 我认为这个礼拜搞不好 还不会公开 因为他还在震荡 还在震荡 那等他们拉出我会的成本 那我就会公开给各位看 那本来合理吧 对不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哎呦 不要小看 有人认为 我就等谢老师翻开 我再来买 那 其实也感谢你 因为我也不推荐股票 我把股票都涂掉了 但是市场对我的风评就是 谢老师的购票 似乎都会涨 就算不会涨 谢老师在电视上也会涨 他的股票换掉了 几个person 在可控制的范围里面 如果他不涨 不是股票不好 没中息 我卖掉股票 好 没有再重复 你看那个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 我说我们买在 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出掉以后他开始飙 那个时间点 当然我们做了长胜 三到五倍 东哥游艇是十几倍 那后来 像材料QR就没有做 为什么 休息 我去美国 胜口那种证件头部 从9月以后才上电视 所以才OK 没做 包括这一档 华城也没有 来 我们来看华城 这是今天的华城 今天785涨停 我只是要跟各位 为什么要讲这个 观念 这个逻辑 这是我告诉你 有些头部老师 为什么叫你追涨停 很多人 看到涨停 我说好像就 真的是看到春耀一样 动不掉就照一久了 好像花春了 春天到了 对不对 叫春 看到涨停就赶紧去追 可是你要不要去想说 还没涨 你就开始卖 等到涨停的时候 你是个 真正坐在轿上的人 涨停 你告诉我几个person 几% 你去追 当天去追 还不见得 一定没10% 你去追 一定没10% 可能一两% 感觉还追不到 对不对 来 我们来看 看华城 先看这里 今天涨停 现在涨几块 71块 涨71块 好 看回来 今天的华城 涨71块 71块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去思考 71块是什么概念 涨停10%而已 是吗 看这里 你看到这里是361吗 36块一毛钱 是不是 36块一毛钱 这里换多了 一路这样来到这里 来到300多 他才休息 从36块涨到300多 才休息 36块一毛 一天涨71块 你知道吗 你在36好 我们把它简单化好了 都把它整书化好了 当然没那么多了 拆一点点 你假如买100张 对不对 买100张 买100张 36块一毛钱 100张就361万 对不对 361万 你知道你今天一天 涨71块是东西 你拿310万去买华城 你拿310万去买华城 买100张 36块一毛钱 都不止啊 361万 100张 今天涨停板71块 你今天就赚710万 这 来 这个就证据嘛 这不能骗人啊 对不对 36块一毛钱 361万 100张 今天涨71块 你今天就赚710万 这好像也没什么 710万搞不好你都有啊 可是我再问你一遍 假设你在这里买100张 36块一毛钱 一定买得到嘛 好 这里750块 785块 你361万哦 今天的华城 总共你的 你的身价 变成7850万 哎呦 好像真的对不对 真的是不是真的 真的啊 我说这买100张 假设有人不小心买200张 不小心买200张的人 报到现在 他是1亿多少 1亿6千万 哎 不小心买200张才720万 不小心买到200张 36块一毛 720万 对720 722万啊 啊 啊 今天 一亿 一亿6千 一亿7千万 一亿 7千万 所以我说股票市长迷人的地方就是 股票市长 你如果中桌 会让你觉得说 我问你啊 其实比当总统还好啊 总统有可能 总统8年有可能赚那么多吗 你当什么院长有可能赚那么多吗 股票市长就给你啊 啊重点呢 有没有这种股票 你开始想 我说每年都 其实我从以前带货很重股票 我们有很多股票就涨5倍10倍了 那我每次在告诉我 比如说在跟各位讲 有股票这样子 你们要不要来 很多人都不理我 那到最后受不了了 譬如我讲长盛就好了 长盛一百多块 我们买到五百多 我相信有很多人去买五百多的 然后套住了 就开始骂我 就好像我现在在讲这档股票 我说 那一政府 520 新的政府 新的产业 它有什么样的方向 方向已经出来了 其实 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 你去看新闻 你可以从新闻里面去解读 不是那个电视台的新闻 电视台不会讲 不是电视台新闻 是 我说网路新闻也好 这是平面新闻 就是网路的新闻 你去看网路新闻 你不是看电视台 电视台不会讲 电视台就 电视台就跑龙套的 臭热闹的 不是电视台的新闻 你要去找 新闻里面已经告诉你 那一政府 未来新产业的方向在哪里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产业 你要去看 你要不要买在前面 因为我一直偷偷在买 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你先打电话 扫描QR call 扫描QR call以外你要留电话 你不留电话 我常常在讲 你不留电话 那我们再布局这样 有什么知识马迹 我想告诉你 没办法 你没电话 我没办法通知你 扫描QR call要留电话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 那我一直跟我的投资人分享就是 股票市场 你要赚到就要赚到暴利 你如果只是进来 只问道一位 这边也赚一点 那边也赚一点 两万点了 两万点了 其实言格来讲 大概很多股票都是轮一遍了 譬如说红海 你单单看红海就好了 各位 这94块 好 我们看这里 最近这里就好了 最近这里好不好 这里 这102到148 连红海都可以长将近五成了 红海呢 其实红海我从来不会去做红海 它长一辈我也不会去做它 为什么 我从来不会去喜欢红海 它长得跟好 我这样也没关系 对我来讲 我宁愿去跟着政府的脚步 就好像来 再看一遍 要做就要做这种股票 划成 对不对 这政府重点 这都知道 而且这种划成已经 从我当营业员开始 划成我就看到 可是我还是没做 因为我头脑没有更新 到现在我也没更新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它会涨这么多 现在为什么突然 脑筋改变了 因为任何股票都会上海 那你开始去跟着政府的脚步 重点不是政府的脚步吗 你告诉我是不是 答案是绝对的 那在哪一代政府开始上海了 520上海 一定会有行情 那你要开始注意说 我们不要讲说主力 而是华人 不叫华人 外资 还是特定人 这些特定人跟外资 有没有在慢慢在收股票 因为收股票 不见得每天都涨 它可能涨一天 休息一天 涨一天 跌一天 涨一天 涨一天 它慢慢地 把它的筹码收好了 股价慢慢 慢慢垫高垫高 等它筹码收好了 它就 它就不会让各位买的 为什么 我们再看一遍好了 来 我们来看华晨就好了 来 华晨 你看到这里叫36.1 对不对 来 从466 跌到36.1 我问你好了 你破得掉吗 你怎么破得掉 46块跌到36.1 就这样跌下来 跌10块钱 譬如你买100张 466万 跟你跌到361万 你怎么破得掉 对不对 你抱得住吗 你如果抱不住 就后面 后面100张 你后面就没有 没有7000多万 你认为 你这100万受不了 后面的7000多万 你都没有 那能解决这个方法 是什么方法 来 16.6这里 你把它卖一趟 对不对 出去卖出去 再买回来 所以没赚 最少不怕 好 不对了 再卖 虽然不对 可是也没有怎么差 卖了买了没有差 卖了再买回来 36.1过来 这里买回来 没有差 这本来 本来有时候 一买一卖 又不是每天在冲 他不对就收钱 对了再买回来 不对收钱 其实待会 投资人就这样再做 买卖股票中间 一定有所谓的 横盘震荡整理 为了避开风险 先卖股票 其实为什么 我说上上上礼拜 为什么 叫投资人把我们的AI 还有把小物事 在AI小物事 IP股票全部出掉 我们就换了 我们再接一档 我说 赖政府520 我认为那个大题材 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 为什么 其实 报道媒体 杂志 都有知识吧 其实你去看 真的 尤其这个礼拜 又有新闻出来 那个你们找不到 因为那个都是隐藏式的新闻 怎么隐藏式 你看看好像没什么 其实里面 有很多美格在里面 那你抱不住 所以这一段你就没有 对不对 这一段你就没有 来到这个位置 一样 320日再跌到215 那我问你 好 假设你真的 你买100张 361万的人 对不对 买100张 你买100张 361万 对不对 然后你已经涨到 320日 320日多少 你买361万 你到320日 你已经3240万了 3240万了 然后他跌下来 跌到215 你 我认识你都出了 为什么 361万 变成3240 现在又只剩下2150 马上赔了 1000多万了 不是赔 咬回去了 那真的很多会出 可是你没有我带你 你一定出 我带你你会怎么 来这里 320日不对出来 出去卖出信号 对不对 再买回来 再卖出 来这里再买回来 就算没有赚到多少钱 最少不会赔 你不用怕 对不对 100张都会脑出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 你就可以到现在 你还是报 因为他没有出 就卖出信号 你还是继续报 所以 我说股票市场 你要设位标 设了十几档 以及这样子 刷搜 就找到一档对的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在讲 这一档股票 我预估他 可能会是 今年的涨浮网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其实 第一季 还要再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 我认为他都 都会温温的 你知道我大涨吗 好像很难 可是下半年 就不是了 到520 我说我大概 到520附近 或是更早一点 现在已经三月底了 搞不好四月底 搞不好五月初就 我告诉你 来 再看一遍 我为什么 特别给各位看 因为 我说昨天 周线 他周线正式来 正式 这档 我预估的掌务网 昨天正式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这周线不能 周线这不能造假 你看这不能我自己画 对不对 他出现在这个位置 这档 我预估的掌务网 他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或者 或者来 或者是材料KY 都可以 或者像材料KY 在这个位置 他就周线在这个位置 这一上来这么多 十倍 这个上来 也是差不多十倍 周线 周线 所以这档 我说这档股票 昨天的收盘 礼拜五的收盘 周线那个红色的 买进去都出现了 然后呢 然后我本人认为 哇 可能真的开始了 那刚好礼拜六礼拜天 报夹媒体 杂志又有一则新闻 新闻不是 不是那种 那个 应该讲 不是那种 那个画面新闻 而是很正式的新闻 有点 我们叫半官方的新闻 他谈到什么产业 什么产业 他已经 无意中在跟你透露 这个新的政府 他的产业的方向 所以我为什么 一直说 他是一个很大的题材 而且这个势必在行 为什么 全世界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只有台湾还没 既然是这样子 那当然 台湾一定会补上来 台湾一定会补上来 那到时候 我说 钱敏就会开始轰 轰这个题材了 钱敏就一直轰了 那 你可以现在 赶快上车 我说 有的时候 现在上车 就算不会大转 大概也都在这里吧 不小心大转 还是你要等到 有一天我打开牌了 其实我也不会打开牌 我只是把K线图拿出来 因为我还是会把 国民代号都涂掉 因为我不推荐任何股票 可是我如果用涂 把K线图秀掉 有人会去找 你如果找到 你一定会全身冠 为什么 因为等我打开的时候 我说那个股价的价差 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 上个礼拜五的收盘价就好了 上个礼拜五的收盘价 跟我打开 我告诉你 那个 可能你来参加会委的 那个价他可能 我说我才能用六十张 五四个会 你一个人买六十张吧 六十张大家都买得起 大家都买得起 那六十张 有可能不小心 冷暴 杀疤 就差六十张可能是两三百万 当然你也可以等到 我打开再来 我其实 我没有设限 因为为什么 大家心里跟没有 老师 像华城涨二十一倍 你这个今年预估有可能的涨王 如果先涨五成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 对不对 是 真的是 就好像华城 对不对 华城你买三十六块了 今天是赚几倍 今天几乎赚两倍 不是两只涨两只 是两倍 假设你买 华城你买七十一块的人 对不对 你好像三十六块涨到七十一块 就涨一倍你还敢买 今天是赚一倍 一天赚一倍 所以其实无所谓 华城你要买三十六块也可以 你要买七十块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今天单单一天就涨七十一块 你一天还是赚一倍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 有的时候你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要不要 很在犹豫不解的时候 其实你的会会 黑板都在帮你出 你不知道而已 你慢一天 你可能就 自己比较多出一点 黑板上就不能帮你出那么多 股价会慢慢慢慢墊上来 黑板上就股票市场 在帮你出 会不会你不要 你知道有一天 我说我打开的时候 你会 觉得 还是找一点参加好 我常常在讲 我这个也没什么会 每次我做的感觉 当我没什么会的时候 真的股价就是 这种股票就开始要涨了 涨往 上个礼拜 我说上个礼拜出任这个买进信号 好 要不要追党 打电话来参加会 然后扫描 QR扣 如果留电话 我们会跟你联络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知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入估投资风险